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别做正常的傻瓜》 现如今一年几度的电商购物节常常搞得人措手不及 回想一下你有没有一整晚都捧着手机为了心仪的商品在几个电商APP之间来回比价 你有没有订一个闹钟只为去抢平台整点发放的优惠券 你有没有为了凑单又去加购几样不那么需要的商品 忙活了一通之后你是不是发现买的东西并没有比平时优惠很多 却买回来一堆不需要的东西呢 你可能会说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啊 是的你们都是正常人这些行为也都是正常的行为 但我不得不说你们都是正常的傻瓜 什么是正常的傻瓜呢 这个概念是著名行为决策学家 也是本书的作者西凯元提出来的 正常的傻瓜指的是我们身边 绝大多数做着正常决策 却不是理性决策的人 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 作者揭示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 看似正常但欠缺理性的决策误区 并提供了一些成功避开误区 甚至是利用误区的方法 让你成为一个会做决策的理性人 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傻瓜 本书作者西凯元是著名的华人心理学家 他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 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 世界著名的行为决策学家之一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 在获奖演说中 专门花了三分钟感谢西凯元 因为西凯元的实验证明了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这个结论对卡尼曼研究 人在经济问题方面的决策情况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根据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 给你提炼总结了书中七个误区 和七个避开误区的方法 这些误区是作者作为行为决策学家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验验证 总结出的人们行为决策背后的规律 就像苹果掉到地上 是重力的作用 这一基本物理规律一样 人们的行为决策 也存在着普遍相通的基本规律 了解了这些规律 可以帮助你做出理性的决策 好了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误区 心理账户误区 我们先来做一道测试题 假如你去澳门做项目 在辛苦了半年之后 得到了十万元的酬劳 这个时候澳门的朋友 建议你去赌场玩一把 你会去吗 那如果换一个方式 假如你去澳门玩的时候 运气特别好 在赛马场赢了十万元 这时候朋友建议你去赌场玩一把 你会去吗 相信很多人会不舍得 将自己做项目的酬劳 用作赌博 但是如果是赛马场意外得来的钱 就不会那么舍不得了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你就是一个典型的 正常的傻瓜了 因为你已经陷入了 心理账户误区 无形中给自己的钱 设置了两个不同的心理账户 什么是心理账户呢 这是由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教授 萨勒提出的概念 简单来说 就是人们会在心里 把不同来源 不同金额的钱 设置成不同的账户 比如辛苦赚来的钱 和靠运气得来的钱 或者说要储蓄的钱 和可以零花的钱 因为心理账户不同 人们使用的方法 也完全不一样 辛苦赚来的钱 你可能会舍不得用 靠运气得来的钱 你就会用得很豪爽 但事实上 无论是工资酬劳 还是靠运气赢得的钱 对于你来说 都是你增加的收入 具有相同的购买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它们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不同来源的钱 对于不同金额的钱 人们的消费观念 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 小李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也是一个典型的月光族 他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发工资了 工资一到账 他就开始吃吃喝喝 各种买买买 往往还没有等到 下个月发工资 钱就已经全花光了 但是当年底 发年终奖的时候 小李就不愿意花钱了 甚至会把这笔钱 全部存起来 为什么年底发的年终奖更多 小李反而不愿意去消费了呢 这是由于小李 对不同的心理账户 有不同的规划 平时的工资用来零花 年底的奖金用来储蓄 这又叫做小钱大花 大钱小花 那如何避免陷入心理账户误区呢 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将不同的心理账户之间的壁垒打开 将不同来源 不同金额的收入 一视同人化 因为钱是没有记忆的 不需要给他们打上不同的记号 打开心理账户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刚那两个案例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案例中的两道选择题 应该选择都不去赌场玩 因为不管是酬劳还是迎来的钱 都在增加财富 第二个案例中 不管是小李拿到工资还是拿到年终奖 都应该划一部分用来储蓄 一部分用来消费 了解了心理账户误区之后 你还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误区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在过年或者是父母生日的时候 孝敬给父母一个大红包 父母往往舍不得用将钱存起来 这其实也是父母将大额的钱 设置成了储蓄的心理账户 你很难说服父母打破心理账户 但你可以利用这个误区 你可以将原本要给父母的一大笔钱 分成若干笔小钱多次给父母 这样在父母眼中 这些小钱就是可以零花的了 那么克服了第一个误区之后 我们就能做到理性消费了吗 不 这还远远不够 正常的傻瓜们还会面临第二个误区 就是交易效用误区 听上去可能有点不好理解 但这个误区可以说是相当普遍 人们在电商购物节时的疯狂 就是对这个误区最好的诠释 我们先来讲一个例子 冬天来了 小王想要买一床被子 他看中的被子有三种不同的款式 分别是普通双人被 豪华双人被和超大号豪华双人被 小王原本计划是买一床豪华双人被就够了 因为这个款式的厚度和宽度都非常合适 但当小王准备下单时发现商家大促销 三款被子都只要400元 他们的原价分别是500元600元和700元 如果小王按照计划买原价600元的豪华双人被 就只便宜了200元 如果买原价700元的超大号豪华双人被 就可以便宜300元 小王一算觉得买超大号更划算 就立即下单买了超大号 可是过了一个月 小王就后悔了 因为被子的尺寸太大 他不得不又买两床新被套 更糟糕的是被子太长了 老是拖到地上弄得脏兮兮的 他还不得不经常换洗被套 因此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金钱上 小王都付出了更多 在这个案例中 小王一看到价格就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一心只想着怎样更划算 他陷入的这个误区 就叫做交易效用误区 这个概念呢 最早也是由提出心理账户的萨勒提出来的 他指的是 人们在做消费决策的时候 为了让整个交易更有效用 更划算 总是会受到一些无关参考值的影响 追求划算的心理 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贪便宜 但贪便宜 有可能反倒让你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们来进一步延伸分析小王的案例 假设被子的原价实际上并不是500元600元和700元 这些价格只是商家故意设置的 想让人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哦 这床被子不便宜 这样一来呢 人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认为 如果只付出400元买到700元的被子 就占了一个大便宜 自然毫不犹豫的就下单了 那怎么避免交易效用误区呢 也很简单 就是只将注意力放在物品本身 能够带来的实际效用和它的价格 这两个方面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没有用啊 以及它需要多少钱 我现在能不能承受 至于它比原价便宜多少 比其他类似商品便宜多少 买几件就能获得赠品 都不应该作为参考的标准 在小王买被子这个案例当中呢 小王除了陷入了交易效用误区 被无关的因素影响 还可以看到他受评估方式的影响 陷入了另一个误区 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误区 这是我要给你介绍的第三个误区 什么意思呢 购买被子原本只是一个单独的评估过程 商家如果只提供一种被子 小王就不会被影响 但是商家同时提供三种被子 小王被迫进行联合评估 有超大号豪华双人被在旁边做对比时 小王就觉得豪华双人被就没那么好了 于是选择了超大号豪华双人被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小张呢 想给自己新装修的家买一套高品质的音响 在音响店里呢 他在两套音响之间犹豫不决 这两套音响的价格差不多 第一套音响外观时尚 音质还不错 第二套音响呢 适量陈旧了些 但音质更胜一筹 小张反复比较 最后决定买第二套适量陈旧 但音质更好的音响 他觉得买音响嘛 音质更重要 外观无所谓 可是音响买回去以后 小张是越看越不顺眼 觉得这套老实音响实在太丑了 和自己家的装修风格完全不搭 甚至他原来觉得更好的音质 听上去也没那么惊艳了 小张考虑再三联系了音响店换货 新音响搬回来之后 小张还自言自语道 这就好看多了嘛 听上去也没什么差别 小张前后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不同的选择 因为在单独评估的时候 人们只关心容易评估的部分 在联合评估的时候 人们才会去比较难评估的部分 音响店的两套音响属于联合评估 家里的一套音响属于单独评估 在这个案例当中 音响的外观属于容易评估的部分 音响的音质属于难评估的部分 小张在音响店里看到两套音响 他忽略掉了容易评估的部分 专心比较难评估的部分 也就是音质的区别 等到音响搬回家 小张只看到一套音响 就会去评估容易评估的部分 那就是音响的外观了 其实商家们也在利用这个误区 来诱导消费者做出不同的选择 如果自己的商品 比竞争对手的商品有明显的优势 商家就会选择在同一渠道销售 突出自己的优点 如果是明显的劣势 就会选择不同渠道销售 避开自己的缺点 如果敌强我也强 商家会选择不同的渠道来销售 避免正面交锋 因为两件好东西放在一块 消费者会自动忽略优点 专心挑毛病 如果敌弱我也弱 那商家反倒会放在同一个渠道来销售 让消费者通过互相比较 发现一些优点 也就是俗话说的矮子里面拔将军 那要做一个理性人 要如何避开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误区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信息 将难评估的因素变得容易一些 然后从多个维度对比 比如说在刚刚小张买音响的过程中 可以不用给难评估的音质提太高的要求 易评估的外观也要考虑进去 多维度评估才能做出好的选择 好了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讲讲第四个误区 沉默成本和机会成本误区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有一家医药公司正在研发一个新的药品 项目进行到了一半 研发费用已经花掉了500万 此时老板得知竞争对手也在研发类似项目 通过前期调研和公司的销售规模分析 老板预测 如果继续进行这个项目研发 90%的可能性亏损500万 只有10%的可能性盈利2500万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选择继续投入还是立马收手呢 你可能会想啊 已经投入了500万 那为什么不搏一搏呢 说不定就会成为幸运的10% 我们来分析这个例子 已经发生的500万研发费用是医药公司老板举旗不定 无法选择放弃的原因 这500万研发费用就叫做沉默成本 它已经发生了 对现在没有影响 而且不可收回 按照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 沉默成本不应该影响到一个人的决策 但是呢 正常的傻瓜们往往想挽回沉默成本 甚至还要继续加大投入 其实呢 医药公司老板还有一个损失没有计入 那就是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本应该得到 却没有得到的收益 也就是说 项目原本准备继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完全可以用于再开发一种药品 或者维护现有药品的销售渠道 从而获得更大收益 如果把这个成本进入 医药公司继续投入的损失就会更大了 不只是公司决策者 很多人也会忽略掉机会成本 毕竟这个损失没有实实在在的发生 人们的敏感度自然就比较低 那怎么摆脱这个误区呢 为了不陷入沉默成本和机会成本误区 人们在一次不理性的消费之后 应该忘记这次消费 只站在现在的时间点 来考虑之后要耗费的精力和金钱 以及投入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发现之后耗费的精力和金钱都很大 且没有什么好处那就应该立即停止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及时止损 同时人们在评估未来的投入产出时 还要对机会成本进行正确的评估 预先做一番推演 看看这个钱如果投到别的地方 是不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 日常生活中沉默成本误区的存在 也可以帮助你养成好习惯 比如怎样让自己养成经常锻炼的好习惯呢 你可以去健身房办一张年卡 预交一大笔钱 当你交了这笔钱之后呢 想到不去就是在浪费钱啊 你会觉得心疼 就会一直督促自己去健身房了 在做决策时仅仅考虑到成本还不够 我们还得考虑风险 你的风险倾向是怎样的呢 是愿意承担高风险获得高收益 还是愿意保守一点稳妥一点呢 也许你意识不到 其实你的风险倾向并不总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要介绍的第五个误区 损失规避误区 我们再来做一道测试题 假设你现在的总资产是3万元 你花了50块钱买一张彩票 中奖了 但这张彩票呢 规定你要在下面两个选项中选择一项 第一个选项是确定获得5000元 第二个选项是再让你抛一次硬币 正面是获得1万元 背面是没有奖金 你会怎么选择呢 是不是很难选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问法 你这次亏钱了 但仍给你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确定损失5000元 第二个选项是抛硬币 正面就损失1万元 背面就不用出钱 作者用这两个问题问了很多人 结果发现呢 对于获得收益的第一体 80%的人会选择 确定能够得到5000元 对于遭受损失的第二体 80%的人会选择抛一个硬币来搏一搏 这说明什么呢 同样一群人 他们在获得收益的时候 都会选择风险规避 但是在失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主动选择高风险 也就是说 人们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 具有固定的风险偏好 而是会根据得失进行调整 确保自己能够稳定的获得收益 尽可能不要有任何损失 这种心理又叫做损失规避 比如说你在路上捡到100块钱 你不会觉得有多开心 但是你丢了100块钱 你就会觉得非常懊恼 甚至破坏了你一天的好心情 也就是说 人们对于失去的感受 比得到的感受强烈的多 出于损失规避的心理 很多人就会安于现状 不愿意做出改变 比如有一家工厂的负责人 他现在工厂的生产工艺有点陈旧 但每个月仍能赚到100万元 如果要改用新工艺 有50%的机会能赚到400万元 有50%的可能性失败 要亏损100万元 但是工厂负责人 选择继续维持现有局面 不做任何改变 尽管有机会能赚到更多一些 但是失去的不快乐感 远远超过了得到的快乐感 正是因为人们对得失非常敏感 于是有商家就改变说话的方式 让人们明明是失去 也能感受到获得感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的打印机 售价700元 如果要送货上门 就要额外支付50元送货费 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这额外的50元 会选择自己搬回家 后来这家公司改变了策略 它将打印机定价改成750元 然后免费送货上门 如果客户愿意自己搬回家 就退50元给客户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等价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在第一种情况下 不愿意支付搬运费 第二种情况下 却高高兴兴的让商家送货上门 因为相比于得到 人们更讨厌失去 怎么规避这个误区呢 换位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你 面临损失前 先换位思考一下 损失和收益 是不是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情 比如打印机 送货费问题 不管是额外支付50元 还是免费送货上门 人们如果选择送货 实际支付的都是750元 不送货 实际支付的都是700元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进一步隐身开来 那就是人们对于好事发生 没那么敏感 对于坏事发生的敏感度很高 因此作者给出了他的 稀释幸福法则 中心思想就是一条 将坏事一次忍耐过去 将好事分开多次来享受 让坏的心情持续时间短 让好的心情不断被激发 稀释幸福法则中还提到 静止的好事不如变动的好事 变动的坏事不如静止的坏事 怎么理解呢 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 小刘终于决定买房了 他在想是买市交的小三房 但是每天通勤三小时 还是买市区的小两房 每天通勤半小时呢 按照西市幸福法则 他应当选择市区小两房 因为买房是一件静止的好事 当下很开心 但是过一段时间人们就没那么敏感了 但是通勤时间长 是一个变动的坏事 每天都要忍受三小时 是非常痛苦的 除了对得与失 好事与坏事的判断不准确 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还会陷入另一个误区 那就是盲目自信误区 这也是我要介绍的第六个误区 大多数人呢 在和他人做比较时 常常过于自信 作者曾做过一个小调查 他采访了一批上海已婚女性 请他们评估一下 上海已婚男性 至少出轨过一次的比例有多少 这些女性评估的综合结果是 他们认为 50%以上的已婚男性 至少出轨过一次 可是当作者单独问每个人时 他们全都认为 自己的丈夫出轨的可能性为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评估结果呢 第一个原因是 人们有证实偏见 也就是说 他们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像被采访的女性 他们谁都不愿意相信自己 婚姻不幸 丈夫不忠 当然会认为 自己的丈夫没有出轨的可能性 再比如 有人想买一款大众的汽车 他就只去看论坛里 说大众车好的帖子 或者去问那些 已经买过大众车的车主的感受 而不是问那些买其他品牌的人 为什么不选大众车 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信息 自动忽略掉不利的信息 自然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忽视了客观规律 在判断男性出轨的采访中 既然女性们预估的出轨率高达50% 那么怎么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 就是零了呢 这完全不符合概率学理论 要走出盲目自信的误区 人们就需要在判断事物的时候 除了关注描述的细节之外 还要注意到一些基本规律 不要想当然的偏听偏信 也不要将某一次典型事件当作普遍事件 比如想要买车的时候 就要多渠道获得信息 正面的反面的信息都要去搜集 再客观评价 比如偶然一次好事发生 业绩特别突出 或者孩子考试得了第一名 要意识到这不是普遍事件 用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 前面的六个误区 我们讨论的都是做决策时容易陷入的误区 第七个误区是做完决策之后 人们在回顾时容易陷入的误区 叫做后视偏见误区 我们先来讲一个例子 小陈和女朋友开车出去玩 在一个岔路口 他们不知道是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女朋友说 我觉得应该往左边走 小陈没有反对 往左边开过去了 可是开了一段 发现前面是一片树林 没有路了 很显然他们走错路了 小陈很生气的说 我早就知道 应该往右边走吧 就是你瞎指挥走错了路 那小陈真的是在事前就知道往右边走吗 并不是 他只是站在已经走错的立场上往前回顾 以为自己可以预测到正确的结果 小陈陷入的误区就叫做后视偏见误区 就是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后 往往会认为自己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测到 通俗的说就是事后诸葛亮 爱做事后诸葛亮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他们绝不承认自己之前的判断有错 所以他们很难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更糟糕的是 他们也很难以公平的眼光看待他人 如果你幸运的做成了某件事 他们还会告诉你 他早就知道了 这样一来呢 你成功的喜悦 就会因为他的话大大折扣 那有什么办法来纠正后视偏见误区呢 一个好办法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 让他写下自己的预测和原因 等事件发生之后 再来验证判断是否正确 这样多试几次后 爱做事后诸葛亮的人 就会正视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好了到这里呢 七个误区和七个解决办法就全部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第一个误区是心理账户误区 是说人们会根据钱的金额大小来源不同 在心理设置不同的心理账户 要解决的办法是打通心理账户之间的壁垒 将所有的钱一视同仁 第二个误区是交易效用误区 是说人们在消费时总是追求划算 忽略真正的需求 很容易因贪小便宜 失去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只关注要购买的东西的实际效用 以及当时的价格是不是能接受 第三个误区是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误区 人们在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时考虑的因素不一样 在单独评估时人们往往会关注比较明显的差异 而在联合评估时更多的考虑不明显的差异 为了更加理性 人们应当在各种评估状态下尽可能的多搜集信息 第四个误区是沉默成本和机会成本误区 在决策时人们往往过分关注沉默成本 却又忽略机会成本 正确的做法是忘掉已经发生的不可挽回的成本 只站在此时此刻的立场上 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成本和产生的收益 第五个误区是损失规避误区 人们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倾向 想要稳妥得到尽可能不损失 要规避这个误区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用换位法思考 第六个误区是盲目自信误区 人们在生活中往往盲目自信 忽视客观规律 想要规避这个误区 人们就需要在做判断时 除了关注细节之外 还要注意到一些基本规律 不要想当然的偏听偏信 也不要将某一次典型事件当作普遍事件 第七个误区是后视偏见误区 要规避这个误区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把预测写下来 等真正发生的时候来做对照 了解了这七个误区以及避开误区的方法之后 你还需要实时提醒自己 不要依赖直觉和惯性 避免被生活中的想当然束缚住手脚 好 别做正常的傻瓜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啊 愿者发声 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